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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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夹年 四旬期第一周周六 尼撒读经分享 《圣经金句》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 是成全的一样 《马逗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 让我们聆听今天 福音选读的经文 《马逗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 那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们应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 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他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雨给异人 也给不宜的人 你们若只爱 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上报呢? 谁你不是也这样作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提兴 你们作了什么特别的呢? 外邦人 不是也这样作吗? 所以 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 是成全的一样 《生命纪》第二十六章提到 梅室提醒以色列人 既与天主立了约 就应该遵守天主的戒命 而好的行为 去显出他们是天主圣洁的子物 《圣明》第119 首更肯定地宣告 那些遵守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 《马逗福音》第五章 有关耶稣谈及那六个主题 耶稣的教导远超过梅室的教导 《爱仇》 这个主题可以说是这六个主题的高峰 耶稣指出 愿意去爱仇的人 堪称为天主的子女 梅室教导人 以眼还眼 然而梅室在《纳美纪》第十九章写 不可以服仇 对你本国人不可以怀怨恨 但是应该要爱仁如己 是《生命纪》第十三章 吩咐他们不可以与仇敌交往 有仇恨敌人的意思 从百多六前书三章九节百多六说 总不要以恶暴恶 以骂还骂 但要祝福 因为你们原是为继承祝福而蒙照的 和《得杀乐利人》前书五章十五节 保六说 人对人不可以以恶暴恶 却要事常彼此勉励 互相善待 而且要善待一切人 可以看出 耶稣是教导门徒要以善性恶 而不是以恶暴恶 耶稣的教导 高过梅室和现世政府处理罪的标准 耶稣的爱仇言论 是要与这个成全的爱一拼来说的 不可以分割 成全这个词也可以亦成为完全 而耶稣是用太阳和雨水来说明 天主的完全完整的爱 来到谈论我们 亦都应该去爱所有的人 才是完全完整的爱 因为若果只爱某部分人 与你的同乡、家人 或对你好的人 这就是不完全的爱 耶稣指出 罪人就会按不完全的爱 作为标准去生活待人 耶稣说天父的爱 是完全、完美、完整的 耶稣以阳光和雨水 是天父供应给人类 意思是指天主养活世上所有的人 包括那些拒绝他 憎恨天主的人 即使是天主的敌人 我们要效法的 不是那些不太完美的人 好像瑞利、外邦人 当然我们应该去效法天父 因为耶稣正是召叫我们去 学习天父的那种完全的爱 我们惯常喜欢 好像路加福音提到的那些法学士一样 他们明知天主叫他们去爱近人 但是却去问耶稣 究竟谁是我的近人 我们时常设定标准去爱某些人 使我们较为舒服 耶稣就是教我们去爱人如同 比喻中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 我们会尝试去淡化耶稣的话 但是耶稣的教导十分清晰 我们要去爱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仇人 耶稣说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确实是包括那些伤害了你的人 爱不单是一种情绪或者是内心的意向 但是又没有实行而且又没有效果的 耶稣说 看果子来定夺树是好还是坏的 意思是说 我们的心思是什么 就会产生出我们的言行来作为果实 如果我们爱某人 我们会以行动去表现出 如何去对待他 爱你的仇人就是不去伤害他 反而是关心和善待仇人 这个就是爱仇 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就是向天主祈祷 为迫害你的人 祈求天主仁慈对待他 和祝福他们 爱仇不容易做到 但是恨仇会使我们永不超生 在罪中打滚 在天主的帮助之下我们爱仇的行为 使我们成为继承天国 受天父祝福的天主子女 天父 恩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又以祂的爱 引领我们从获自由和宽恕 请让我们在圣神之内 效法力去爱一切的人 而做一个理所中爱的天主子女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满罗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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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